各位早安 我們現在已經起床了 然後要出發到綠島 睡衣超飽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坐船 他們現在要去吃飯 我們剛剛check in 完 哇綠島 天氣超好的 完全沒有雲 然後這是我們的機車 這是我們的中餐 然後這是我們第二天的房間 這邊就是琉璃台 然後還有馬桶 綠體 他這邊有做過乾濕分離 我覺得還蠻棒的 然後廁所之後呢 廁所之後呢就是今天的房間 然後他這邊是附一個雙人床 然後他的床頭櫃上面有很漂亮的 一條的燈 然後這邊呢就是可以看到 看到 看到綠島的海景 就是你一睡醒然後你就會看到這個 這個海 超美麗的 然後我們的機車啊 就停在下面這邊 然後這個就是他的電視 這就是風景 哇 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看桥肩带 然后穿救生衣 这边超多石头的 现在来到了第二个景点 然后这个是导游送我们的脚底按摩 这边就是蓝洞 待会要去这边跳水 和声红利 跟声红利 有处团 是 不要 是 是 这是 這邊有一隻羊 大家在這裡吃草 然後呢我們剛剛去蘭凍玩完之後 現在出來來到了綠島監獄的外面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山羊 然後這邊是黑山羊 他們在吃草 他好可愛喔 他很逗趣耶 掰掰 吃飽了齁 不餵你囉 最後一戳 最後囉 掰掰 這個地方呢 就是接近綠島的最頂端 然後呢我們剛才去環島 那我們現在呢要去吃 要去吃晚餐 我們現在呢 然後現在呢我們 待會啊我姐夫他生日 然後我們準備了這個蛋糕 我們準備這個蛋糕 待會會給他驚喜 然後我們還拿了拉炮在這邊 我們拿了這兩隻的拉炮 我們拿了這兩隻的拉炮 然後待會呢會給姐夫一個 生日驚喜 幹嗎 你要幹嘛 哇 哇 不能轉不出來 這隻也太大了 然後這個是我們剛才 這個拉炮炸出來的 這個 待會兒清 剛才很需要一段時間 OMG OMG 真的太多了 不要給房屋人員困擾 我們待會兒自己修 OK 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了 晚上 這個是保育類 跟海龜一樣等級的 水梅 我們現在要去看 超經代的生物 這一隻就是綠島人的最愛 綠島人下酒菜就是他 對然後月亮很亮的時候 是沒辦法抓螃蟹 月亮跑出來的時候很亮 最亮的時候 他現在還不夠 他最亮的時候 是沒辦法抓螃蟹 因為他很容易就看到你在哪裡 所以他跑很快 可以嗎 他沒溜掉 會他跑很快喔 然後他走路有聲音 他溜掉了 他走路有聲音 有看到嗎 沒錯 他叫蜘蛛蟹 有發現他直著走的嗎 他是直著走的喔 然後這一隻 沒辦法讓你們摸他 這一隻不能摸 知道為什麼不能摸嗎 有毒是一個重點 但是他是內臟的 你要吃他 你才會重點 還有一個重點是 有發現他身上很多東西嗎 有 有看嗎 猜猜看身上有什麼 有石 沙石 貝殼 天然的海綿 還有藻類 那天然的海綿 在水裡 在水裡是防禦敵人的機制 因為他在水裡 會散發出一種臭味 讓魚類不敢攻擊他 對然後 他身上的藻類呢 是在他非常餓的時候 他找不到食物了 他就把他種在身上的藻類 拔下來一次 然後我們不能摸他 是因為我們摸他 他身上的東西會一直掉 一直掉 我們可能始祖 我們全部摸完了 他就回去放回去 他都沒有東西了 他就被魚吃掉了 好他叫擬太章魚 你知道為什麼叫擬太章魚嗎 他到一個地方 他可能在桶子裡面待久了 他就會變成白色的 然後橘色光照到他 他就會變成橘色 然後我們現在用白光照他 你有發現他白白的嗎 對然後他 如果這樣子 他就開始變黃色的 他就跟著旁邊的地形變 所以他叫擬太章魚 沒有嗎 他變很快 他變很快 呃 你吸看看 你不吸耶 在這裡 海參都稱為海南人 可以嗎 懂了就懂 好不好 他都稱為海南人 剛摸他的時候 他會先噴水 噴到最後 他會吐出白色的黏液 所以稱他海南人 可以嗎 然後這隻是歐美版的 今天沒有亞洲版的 亞洲版會果紗 知道為什麼叫果紗嗎 因為他要防曬 他白天的時候 他就整條攤在這裡 太陽很大 綠島太陽很大 他很黑 他會被曬死 對 所以他果紗防曬 那這條為什麼不用 因為他會鑽動 他比較聰明 他會鑽動 所以他不用 會果紗的叫黑海參 不會果紗的叫蕩皮參 然後通常蕩皮參都比較粗 比較大 然後黑海參都出現在佛跳牆裡面